蜻蜓展翅高飛 優雅的飛到花朵上 英國牛津大學生物科技教授 每天早上騎腳踏車時 都會研究動物的行動模式 尤其是會飛的動物 蜻蜓更成為它創業的靈感 透過研究動物增進機器人的動力設計 這名教授開創的公司 一進到總部就看到許多模仿蜻蜓的 飛行小機器人 教授展示第一個以蜻蜓為例的小飛行器 就像蜻蜓一樣有四片翅膀能夠懸浮飛行 因為他發現蜻蜓遇到強風亂流 照樣能穩定飛行 而且海洋生物也是他靈感的來源 另外更酷的就是滑翔三輪車 這種輕巧的飛行器可以幫助運送貨物 最遠可以飛行1.6公里 研究團隊強調這些機器人都是低碳排放 也可以為環境盡一份心力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